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你要对他很好 他总是不知为何对你不太好 又或者就算对你很好也好 总是觉得有些事情是否前一世欠了你 所以俗称就是说你这一世你回来拿债 不知道谁还给谁 子女如是 男女朋友 老公 老婆亦如是 所以今集我知道这个案例很有趣 请教你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请给多些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对于频道的成长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无私奉献 达至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同时影片资讯栏有主播的专业连结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在节目未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赞 分享 留言 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 刚才导演MAT就说到这个情况 其实坊间是经常会遇到的 很多时候 譬如这样说 可能是三兄弟姊妹这样计算 可能是一个哥哥 一个妹 一个弟弟这样计算 那永远假设 做最大一个 可能是最产底的 那为什麽做最大一个 为什麽会产底的呢 第一件事 如果爸爸不在 最大一个是以掌子为父 有些什麽就要问哥哥 第二件事 哥哥的责任就是应该要照顾弟妹妹 一定要包容他 而且就算要公署教学也要给他 第三件事 就是 就算哥哥赚多少钱也好 弟弟赚的钱就是弟弟的 但哥哥的钱就要拿回家 甚至妈妈说不够的 或者等等 都是叫哥哥给的 弟妹妹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些都经常会发生 那严重一点 当然了 可能最后家里有些资产等等的东西 会留给下一代的时候 就分得不清不错了 令到大家有误会了 好了 最后一件事 当然是挨家收场了 是吧 所以我这样说 有缘做父子也好 做子女也好 什麽都好 其实做人最重要的是 舍得要吃虧 要先学虧虧 先虧虧 可能虧虧虧是比有一代更好 为什麽呢 先苦后甜 所以有些事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做人要先学虧虧 虧虧虧虧 而不是无痞逸呢 不是 á 虧虧虧可能最是罧逸呢 可能在这个八字当中 因为我看见也头痛 所以今集儿要跟大家分享 头痛了些什麽 好呀 那大家都知道 找到我的女性缘 当然是最多了 我们不同的女粉专的了 好的 那 甲生日圆,圆旅,旅命,生于神月 甲目月令有甲目帮身比肩 整个地支都没有木 唯有一个神土躲藏在水庫里面 有指水帮甲目,有任水帮他 整个八字当中,看似八字 好像是伸强 但这些八字又会伸子神化一个很强的水谷 令到水档目飘又飘起 这个八字又变成印旺伸弱 这样就好像是强似弱 这些八字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如果水旺目飘的时候,用神就是火 但当他想扎根的时候有力,他又要点水去生 所以这些八字就是,这个和这个又有点双冲 好了,首先说一下 甲目元女是女命 她人生之中最喜欢,最需要支持她的人 就是妈妈,任子 妈妈是孕生的,一定是生甲目的 好了,妈妈去生她,她好像很需要 好了,她人生之中找的钱,是吧 神套,都是呢 都是要给家的,是吧 以及一样东西,又要给这些兄弟姐妹的 人生之中,就是找到,刚才我说了,是吧 就是找到,又要最产打是她 但是读书最少是她 你说是不是做人呢?多不公平,是吧 好了,这也不要紧了 但是呢,妈妈任子偏印投出 偏印的人,喜欢想什么呢? 喜欢走偏,想赚快钱,是吧 水,水重的时候又有金去生 金水是代表什么? 赌博成份的 所以很喜欢,又是炒股,投下资 有时呢,碰了关,又会过一下澳门玩一下 是吧? 所以呢,你看到呢 这个八字呢,随时新子神汇水局 整天不知去了哪里的,这个妈妈 好了,妈妈不用说了 这个八字说明了 是喜欢赌钱的 喜欢赌钱,那就是黑财呢 好了,喜欢黑财的时候 那你有钱就去赌了,是吧 有钱就去玩了 但是你始终一样东西就是 新子神汇了这么强的水局 那就是劫财了 劫财,那就是我可以告诉你 命格,新强,劫财重 我可以告诉你,一世贫穷 为什么呢? 你不赌,不贫穷 一赌,你立即贫穷 不是新强,我应该认得起财 新强认得起财,不是这样的结构 你要清楚 赌钱要有一个结构在里面 才能够赌钱会赢 赌钱是靠什么? 是靠用脑的嘛 不是靠运气的嘛 如果你有运气 但你没有脑,你一样是输的 是吧? 好了,水黄的人 就是一个字 快和冲动 是吧? 好了,又输钱了 又输钱了 好了,那输钱 那最后当然要什么呢? 当然要找人借 是吧? 那么 洗了女儿的那些 是吧? 施几钱了 接着就找根根去借 根根根是否生任水 根根根生任水 根根就是这个七杀借钱给他 是银行来的嘛 通金的嘛 这间银行 是不是? 那说明这个七杀 透出的七杀是代表什么? 快的嘛 打个电话就可以 半个小时给钱 那些 是吧? 假设这么说 是吧? 好了,说明这个七杀 要帮他 但是你看看整个八折 他再走一些金水的年份 或者月份 他就会输了 说明了 财气这么弱的时候 一定会输的 好了,输了之后又怎样? 妈妈就是什么? 最后就是 通了关,回到大陆 回到大陆 不敢见别人 是吧? 那好了 这个七杀 是什么? 刚才说到 借钱给他那间银行 也都是 找这个女儿做担保 好了 这个七杀 是不是要找这个甲木 找数 是吧? 根根黑甲木 主动找他 上又找他 下又找他 前扰住他 是吧? 新子成化水局 去到公司找他 啊,多烦 你想想想 又要帮妈妈还钱 好了 这件事都没算 还有 金金走出来 做下这个新金 是他什么? 老公 他老公 在这个新丑之年 和别人合作投资 开一间公司 想着很好 是吧? 好了,新丑之年 你想想 新丑 是劫财 那年去开公司 当然不好 想着赚到钱 但是赚不到 去年 任人年 就人身充了 已经有个股东走了 他又要 去 垫钱出来 垫钱出来 又是找甲木 喂,我吃了哪个 小强的股份 我们一人 又要 拿多少钱出来 吃了他一份 好了 即是在老婆那里 赚钱 好了,这个八字 甲木 是否经常要拿钱出来 又要生根根 就是了 又要拿钱给老公 好了 但是你看到 这个八字当中 好 今年 这个 贵贸之年 小心 出现有问题 贵贸之年 出现什么问题 好了 原来 紫贸商营 第一 紫贸商营 你要小心一点 你投资那间公司 内部 有少人 因为营 是代表 少人是非 好了 话口没完 现在 在这个几个月 就出现了 唉,头痛到不得了 那他问我 好不好继续下去 这间公司 那我可以告诉你 明年夹晨年 你是反淫 复淫 那你看 神神型 又复淫 唉 当然不理想 所以 看这个八字当中 我可以告诉你 一生之中 为什么 情债 前债 欠他老公 不知什么 全部都是来 找这个甲木算账 所以 这个甲木 就很惨 很坎坎 嗯 那大星长 我想问一下 这些情况 通常会不会 可能你有一些建议 跟他说 看完你的本 不要紧的 来就好了 等几年 是不是这样呢 我想 第一件事 其实 他因为月令 是财 书本经常说 财气通门户 能知其人富 财气通门户 门户有钱 即是你的款头 好像有些钱 但是 人家不知道 原来你可能 最后窮到窿 不要说 叫你拿三百万 三万你都拿不到 人家不知道 整天就打你主意 你有的 你借给我吧 借住先 最大一个问题 就是 你不要太怒财气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件事 你看一下 又是全阳格局 这些人 全部 说得出 就要做得到 怕得失朋友 死鸡撑饭盖 死都和你死定 这些人有机会 有时候真的 周主不来 他自己去 自己去找 另一间银行 或者另一些洞路 借钱来甜淡都可以 所以这些人 其实很惨 如果你问我有些什么 化解方法 我觉得有些是 你人生之中 不能移动的财 你没有太多烦恼 你移动的财 每个人都来找你 哦 就是这样的 凡是所有东西 一说到钱 就是正宗他这些人 一说到钱就死路 是啊 没错 所以你一说钱 就真的头痛了 那他这些命格 很有趣 就是 基本上 说其他东西 说什么都可以 可以很有意气 但是问题 一说到钱 没有意思 其实他都要 他为了自己 他都要去拒绝 是啊 没错 一定要懂得找方法 拒绝 拒绝有很多方法 不懂得问我 一定会教你 一招半招 所以在影片资讯栏 可以找到星sir的联络方法 问他究竟有什么招数 所以 如果有不明白 或者要批命 也可以找星sir 下一集 我们继续和星sir 研究其他八字案例 好 多谢大家 拜拜 多谢你收看焦点视频的节目 如果喜欢的话 请给多点支持我们 做齐赞好 分享 和留言 因为这些动作 对于频道的成长 都是相当重要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播 无私奉献 达致免费知识共享 绝对需要大家的支持 和鼓励 同时 影片资讯栏 有主播的专业连结 和联络方法 观众可以进入网站 详细阅读 影片请不吝点赞 影片订阅